哈囉,大家好,我是小靈,歡迎繼續回來我們的乞丐模擬器 大家注意到左上角了沒有 -12度C 就連我有這一個傳說級的裝備都已經受不了了 冬天真的太可怕了 -12度C OMG 天王我也啊 就算我現在,大家看 寒冷抵抗力,怎麼只剩下87而已 等一下,剩下87好像不太對啊 等等,這個就是我天王我也的關係嗎 大家看左上角,其實我有個庇護所的效果耶 所以難道是 我剛剛是有了庇護所的效果,但是我離開遊戲再進來 所以只剩下圖示還在而已嗎 因為我現在 等一下,不可能只有87吧,那我得再去睡一覺看看 現在應該是剛剛好來到了一個,怎麼講 寒流來的時候吧,對不對 寒流來的感覺更加的可怕一點 再加上這個,又是一個晚上是吧 哇,陰風陣陣的 總是會讓我想到一些不好的夜晚是吧 好,但是不管怎麼說呢 我們還是先回來這邊趕緊的睡一個覺了 睡覺之前呢,一樣 我們已經把這個地方弄的是極度的溫暖了 所以現在呢,即便寒流來了 我們也不怕好不好 這個東西呢,就直接給他丟下去 應該只要這麼多就夠了 先烤下去,然後呢,睡個覺 沒錯 好,非常溫暖的 睡醒了,沒有錯 庇護所的效果再一次的獲得 還是只有87嗎?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只有87 哈哈 該不會是寒流來的時候 我這個整體都會下降吧 是不是 我猜是這個樣子耶 所以寒流結束了 但還是只有87 我記得原本我應該已經要衝到了 要到可以100了才對耶 這個樣子好像不太對喔 應該是哪裡出了問題 我這裡應該是有到100的 所以像這個87呢 應該就是在我還沒有庇護所效果之前 我記得就是87嘛 那我現在左上角顯示 我有一個庇護所的效果 理因來講要加18 但是現在什麼都沒有 那可能 我覺得應該是這個遊戲的一個小問題 可能 如果左上角的庇護所效果還在 然後你離開遊戲再回來的話 你就會失去那個庇護所的效果 然後左上角的圖示還會繼續在 所以也許我等到圖示不見了 左上角的圖示如果不見了 然後我再回來睡一下 也許那個效果又會再回來這樣 所以我現在呢 能做的事情 就是只有繼續的去街上乞討 以及我們要去學習更多的技能喔 怎麼說呢 其實現在呢 路上還有一些那個什麼 垃圾桶啊之類的東西 是我還沒有辦法翻的 那我應該是需要那個開鎖專家 他才能夠去翻 像我眼前這一個好像 我記得沒錯就是需要專家技能 沒有錯開鎖的專家技能喔 那我們這邊呢 還有很多很多的技能得去學習 對吧 全部都要把它給變到像這個 這個準備要去變成大師 所以演講就是嘴炮技能 我們可以變成大師等級了 只要去找到對的人 還有身上準備夠的錢就可以了 這個乞討已經是大師等級了對吧 還有很多其他的 這個爬竊 爬竊應該也可以 只要找到對的人就行了 對吧 然後這個潛水這邊還沒到 八歲不行 但是呢 解鎖這邊 其實我們是可以到達大師等級了 因為等級已經八了 那我們就要去找那一個人來 讓我們學習一下 那個人應該就是賣我們家具的那個傢伙吧 對不對 所以他位置好像就是在哪裡啊 這邊一直往前面去可能是了吧 欸我直接拿到了一個風衣欸 見鬼了 居然可以拿到一個風衣 喔對就是這裡 他呢只要他睡醒了之後他人就會出來 然後會在這邊丟那個一些東西來燒 但他現在他到底睡在哪裡啊 等等 警察林檢給我起床 起床燒東西了 教我教我東西教我東西 來 專家級OK 所以我們要狼母9是有的 但是這個要50點我就沒有了 所以只好付300塊錢 沒有錯 我現在 已經 在這個的話呢 這個的話呢 福特加1他一定要有福特加1嗎 福特加我會沒有 怎麼可能 我會沒有福特 當然他是 只要福特加你再給我起來 不要回去睡了 這個太陽都要曬屁股了 你還給我坐在那邊 所以他不需要錢欸 所以我們一次大家看 我們只要說有得到福特加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回來 我們就可以變成解鎖大師了 沒有錯 好 我決定了 我去拿一個福特加來 福特加的話呢 應該是在出去 然後那個酒店那邊可以購買的到吧 是的 嗨這位妹子你好啊 來給我一點 呃 呃 以物換物來一下 你有沒有福特加啊 他這邊沒有福特加欸 欸 有 有嗎 福特加在這裡是的 要600塊錢喔 喂 他這個 我這個開鎖大師 好像很難欸 要600塊錢喔 哇 沒有關係 為了成為我們一個對不對 真正的開鎖大師 600塊錢而已 好不好 我輕輕鬆鬆的靠著我的嘴炮技能 都可以輕輕鬆鬆的獲得 但是我怎麼是 得到了一個被咬過的三明治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我身上呢 之前有翻過不少的垃圾桶 或者是從別人身上呢 也偷到了一些 就是這一些呱呱卡 沒錯我們現在呢 又可以來掛一下 但是 怎麼都沒有中獎 不 好歹也讓我中點獎吧 30塊錢的而已 還有嗎 還有嗎 再給我吧 多中一點 喔這個好像就多一點 80塊錢的 是的 沒錯我的呱呱卡 又讓我賺到了110塊錢了 不是小吃店是這一個 怎麼兩個都是小吃店啊 哎呀我這個呱呱卡賣不出去喔 嘿你好 不跟我講壞就算了 加油站這邊呢也是有賣福特加的 但是加油站有賣呱呱卡 可是卻不能讓我賣我的呱呱卡 這是怎麼一回事 所以這個加油站到底是個什麼狀況 哈哈哈哈 好沒關係 我們來小吃店也可以 因為我身上有67個瓶子 所以這個一賣呢 134塊錢 我已經接近600塊錢了 再來煙草店這邊呢 我們直接再把剛剛種的 全部都賣掉 我呢直接就擁有了692塊錢 所以我們可以去購買一瓶福特加了 沒錯 我們可以變成一個解鎖的大師了 哈哈哈哈 啊 對了來這邊買就可以了 就不用跑到那麼遠去啦 來這邊買就可以了 加油站這邊 來福特加買一個 是的一個福特加走 唉是的 這位兄弟開始烤火了 我們來監視一下 看到沒有好好的木板 他就直接拿來燒了 真的是浪費資源耶 這傢伙真的是 沒關係叫他教我一下吧 讓我變成大師等級 沒有錯 沒有錯 我的翹索技能已經提高到了大師級別了 現在我是大師等級的翹索高手了 沒錯 我們給他一點東西吧 讓他增加一下信任 沒錯 讓我們所有人對不對 能夠利用的 不是能夠利用的 是能夠 能夠變成朋友的 我們全部都要讓他 對 暫時變成朋友這樣子 接著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剛剛這一個 我們開不了的垃圾桶 現在已經可以了 大家看 HARD 難 很難的解鎖 我們到底行不行 我好歹也是大師 發生什麼事了 剛剛那 喔 他如果卡住的話 會變得非常的卡的樣子 還是怎樣 真的耶 真的是超難翹的鎖 雖然他不會斷掉 但是他會一直不斷的在那邊震動這樣子 喔 天啊 只差那麼一點點了 就可以開這樣子 OMG 所以你只要沒有掌握好的話呢 他會直接想要全部從頭來過 不過呢 我還是成功的解鎖了 而且那個經驗值加了60耶 天啊 直接拿到一個高級的運動3 還有什麼東西 我相信這裡一定會有很多超好的東西吧 就是困難的開鎖而已 不過這邊怎麼移進一大堆的這個驚嘆號了 還有就是 每一次獲得的東西都會比較多一點 那什麼劇本以西這一些東西有沒有 都可以獲得的比較多 不過我只能夠開這麼多了好不好 這邊還有一個簡單的 我們是不是真的只要隨便點一下就可以把它點開了的感覺啊 真的耶 所以我現在終於成為了一個特級開鎖大師了 然後我們得到了一個高級運動3對吧 剛剛就是這個 可是呢 並沒有比較保暖 但基本上來說 我們還是可以把它給拿去賣的耶 對不對 賣了也有錢啊 我印象中我眼前的這個好像也是困難的 沒有錯 也是一個hard 困難的解鎖難度的 我的天啊 所以是 解不開解不開 解不開 來不行 那就不是往右邊去 是往右邊來一點點就可以 大家看 所以直接就拿到了3個 酒精這樣子耶 哇好像這個東西 直接點藍色這裡可以直接獲得一些錢 沒錯15個 哇 這裡面的東西真的超滿的啊 都是3個3個給 2個3個這樣子的再給 哇 OH MY GOD 藍色 欸沒點到 藍 哇這個 藍色的2個沒錯 點到了之後你還可以額外的獲得現金 點到沒錯再獲得現金 所以說 現在真的是 哇4個顏料 那沒多久我相信又有一個倒霉鬼 欸不是 欸是倒 不是我畫的畫那麼好看對不對 怎麼會是倒霉鬼跟我購買呢 他應該是 我願意出售我的畫作 他應該要非常高興的才對啊對不對 好來我們跟這一個工人呢 我來稍微講一下話 直接乞討一下 沒有問題給我錢 他給我舊的紡織品欸 那我還不如偷一點東西好 好像還比較好一點喔 那我現在呢 其實比較想要做的就是 多找一些像那種 超級 超級難開的鎖的那一種有沒有 我去呢 盡量的多開一點 然後 應該可以得到超多超多的好東西了吧 欸這個也是 才剛講完而已 所以 其實在我一開始的這裡 有沒有 沒有這附近到處都是充滿了這種東西 喔 不過這個角度就會超難調整的了 對沒錯喔 這個真的難 因為你只要稍微失敗有沒有 他就會要你從頭來過 然後那個角度你就沒有辦法好 抓的好了 真的 欸但是還是開的也好快啊 鏡子直接獲得沒錯 鏡子呢 就可以使用我的嘴砲功力 直接去賣出的沒錯 哇 而且還可以有 YES 貓 我要的是老鼠 沒關係這個貓 我們也先留著 我相信一定有另外一個食譜 可以用到這一隻貓的 沒錯一定的 YES 破舊的桌子 沒有問題 哇大家看這個 垃圾桶果然不愧是困難的呀 哇又有了 來 保存完好的辦公室又一張了 太好了我們的房子又可以更好了 而且我終於注意到了我左上角那個房子的圖案沒了 所以我現在呢應該可以先回去 找找看 我們先偷一點東西吧 欸又有一個結石的桌子了 沒錯直接拿著就走 OK 剛好回去呢好好的這個裝飾一下我們家裡面 但是最神奇的事情來了 我現在只有69耶 我現在只有69耶 所以是 是什麼樣的狀況 喔回來了回來了87 我離開遊戲再回來他就恢復正常了 所以他是 真的是左上角那個房子突然一沒有了之後呢 他給我減了18吧對不對 對他給我減了18 所以變成了69 但是我離開遊戲再回來 就終於恢復正常是87了 所以我現在呢再去睡覺獲得那個房子效果 應該還能只會回到100了 而怎麼會搞成這樣 所以他是 在這方面的話呢 還是有一點小問題了 他的遊戲可能下一次更新了之後才會變 不知道會不會注意到這樣的問題 那這彩票先拿來這邊燒一下吧 這個貓戰時間不用燒了 我們把這一堆東西都丟下來燒一下 然後我們好好的睡他個一覺 好 所以呢 終於又再一次的睡醒了 沒錯 我的寒冷抵抗力 就是可以來到超過100的好嗎 折騰了這麼久 原來只是遊戲的bug而已啊 所以我這個現在開這個easy的鎖好像已經 幾乎是隨便就開了耶 easy的鎖 我真的是解鎖大師耶 我角度好像連調整都不用調整了 該不會是已經 隨隨便便任何一個角度都有辦法讓我開吧 不會已經變成這樣子了吧 那也太猛了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是不是又是隨便一個角度 欸等一下真的耶 喔這樣就不行了 但是這樣還是可以耶 所以我們可以開的角度現在是超大的了 沒錯 是的我稍微吃了點東西 現在又感覺呢 這個對不對 這個肚子已經快要炸開了 所以我們就應該 久違的在路邊上一下廁所了 而且我們有比較高級的衛生紙 沒錯我們使用比較高級的衛生紙 究竟可以獲得什麼樣的效果呢 精氣神可以增加是這個意思嗎 呵呵 純粹只是 使用比較高級的衛生紙 用一般的衛生紙會增加這個精氣神嗎 顏料獲得了 太好了 是的 天才祥林的天才畫作 又要再一次的出現了 沒錯我們再來 天才祥林的 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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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 一直繪畫失敗怎麼辦 有了成功了 成功了 而且製作人的阿翰直接加了28 沒有問題 雖然這幅畫 是我偶心力血畫出來的 但是究竟能夠賣得了多少錢呢 你要不要買一下我的畫呢 是的沒有錯 這邊有一個人願意購買我的畫 我願意賣給你 你還應該感激我的 我跟你說 沒錯 成功的就 載著賣出去47塊錢 一幅畫 哈哈 太感謝你了 順便把畫偷回來有沒有 偷不了我的畫 沒錯 因為為什麼我會偷不了我的畫呢 因為 他抓得太緊了 他把他緊緊的貼在他的胸腔上 所以我只要稍微拿走 他就會發現 因為他實在太愛我的那一幅畫了 我偶心力血才把他給畫出來的呀 好的所以我現在呢 又來到531塊錢了 我現在想要先學一下我的一些其他的技能 是的大家看 沒錯我們的演講大師也可以獲得了 我們還可以變成演講大師 沒有任何的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呢 真的已經變成了超多技能的大師了耶 是的 所以我們現在是演講大師 他就是我們第一個 要來這個挑戰的對象 沒錯我們是超級的演講大師 就可以跟他一直要求錢嗎 是這樣子嗎 我 其實老實說 我並沒有感覺出來 到底說 差在哪裡 但是我倒是可以很簡單的 不斷的賣東西給他耶 是的 現在中等的 哇中等的鎖 現在也已經變得這麼好開了呀 我的天 之前中等的鎖 我覺得 有的時候還常常會開不了耶 結果現在我居然也是隨便一點 就把他給點開了 哇現在一直用這個對不對 用這種然後發現很棒的物品的時候 點到藍色的 我就可以賺到超多的錢耶 好像現在反而變成用這種方式可以賺更多 因為在垃圾桶更容易得到那個比較好的發現有沒有 然後有比較好的發現呢 你只要點到藍色那邊 就可以獲得20塊錢 就可以獲得20塊錢左右 我感覺 那個演講 變成了那個大師之後啊 真的好像 選項也有稍微變多了一點 然後呢你也更容易跟他 要到更多的錢這樣子 就因為選項變多了 所以 你很輕鬆的可以講到一些就是 要跟他要東西的那種選項啊 真的有差耶這個 直接就點過來沒有錯 直接就獲得了錢了 YES 然後我可以很輕鬆的 一直不斷的獲得食物耶 真的 我說真的 我已經不知道多久沒有買食物了 都是從別人身上乞討過來的 一直吃那些食物而已耶 我也很久沒有吃那個什麼好吃了 對不對 是的 我也很久沒吃好吃了 因為我一直都有這些什麼麵包啊 這些好東西可以吃 好的 所以可怕的夜晚又再次的降臨了 然後我現在呢 已經沒有了我們的那個 庇護所的護佑了 所以我們等一下呢 可能就要立刻的回去睡覺了 在那之前我們先過來 看他能不能再教我一些 食物好了 我覺得 一些食物還是可能需要學習一下的吧 OK沒有關係 我們就隨便來學一下吧 對這個可以50就可以了 來學一下吧 美餐沒錯 所以這個跟我們之前的好吃呢 又有點不太一樣了 我們去看一下所謂的美餐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 美餐可以製作 我們要呢就是好吃 再加那個高級的食物 再加一些小圓麵包 沒錯 所以這個美餐好像不是很有需要製作的感覺 然後我們再給他一個 對神奇的這個盒子 沒關係啊讓我從別人身上拿來的 燉牛肉 大家看 燉牛肉 是的 燉牛肉這一餐的話呢 應該就是可以要用牛肉 我們有牛肉 喔 燉牛肉為什麼是貓 食物直接加一把耶 耐冷性還可以加一 等一下 這個耐冷性加一指的是永久性的嗎 怎麼又拿到了一個死貓了 等一下 這邊為什麼又一隻死貓 等一下 不過 不過其實也挺好的耶 因為我可以做燉牛肉嘛 對不對 用死貓呢來做這個燉牛肉料理 沒有錯不要懷疑 他既然是這樣講的話 那我們就這樣子相信他吧 好的 所以我白天呢 還有去多拿了 超級超級超級多的這一堆的家具 沒錯我還可以看一下 我是不是可以 呃 把他們先升級一下對不對 好升級 那三個了 但是我的材料好像已經不夠了 我這個還要再做五個 不過材料 正常來正確來講的 真的不是說特別的足夠 沒關係我剛好也很累了 乾脆我們就先把能放的東西先放下去吧 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這邊呢 又可以輕輕鬆鬆的 其實這個東西我們可以亂堆的有沒有 甚至可以堆他的上面嗎 喔不行 我就想 哇這個好大一個桌子啊 這麼大一個桌子怎麼會這樣子的 這邊還有一個很大的一個櫃子 沒錯 超大的櫃子 我們都可以隨便亂放的 為什麼要隨便亂放呢 其實隨便亂放 反而更有一種 溫馨的感覺有沒有 大家有這種感覺嗎 隨便亂放反而感覺更溫馨這樣子 好很好 所以我們現在的話呢 第三個呢也還沒有解鎖 我是超想要看看能不能把第三個給他解鎖出來的 啊太好了 太好了 沒錯 所以 提供了相當良好的避難效果 避寒效果之後呢 我們可以再多做一些屋頂出來啊 其實 所以說呢 這邊我們的屋頂 喔剛剛好 這個寬度是不是 欸差不多欸 這寬度剛剛好 他看來應該也是都有些仔細的算過了 所以這個呢 我們就給他蓋下去 所以我們這一整面呢 已經是都先擁有了 呃屋頂的地方 那一整面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事情 大概就只是讓他 一直不斷的延伸過來吧 到時候讓我們整個據點呢 全部都是這些東西有沒有 但是很遺憾我們這一面呢 有一些地方是要放垃圾堆的 哈哈哈哈 垃圾堆倒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他佔的位置呢 其實還蠻大的欸 欸不過我們的 反正我們這個最角落的地方先給他放下去 我們的這個第三個呢 可以解鎖了 大家看 可以分配財產了 但是我們耐等性只剩下加6了 所以是不是可以呢 用一些其他的東西了 但我覺得好像真的還好欸 是不是使用這個信仰也可以啊 耐等性現在好像不見得是 那麼重要了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恢復信仰這個好像好 對沒錯 我覺得就用他了 啟用一下 是的 就是用這個 太好了 我們現在呢 對於我們自己的這個據點 也是有一個信仰的效果存在 大家看 已經越來越好了 我們的據點 有的東西 越來越多了 是的 我的錢呢 終於又再次來到一千了 現在我感覺呢 獲得錢 好像並不是一個什麼太大的問題喔 但是問題呢 可能還是說 太冷了 我還是得獲得我們的庇護所的保護 我才能夠平安的度過這個冬天啊 那我可能還是需要呢 隨時準備好金錢 不過我今天想要先做的事情 就是來跟他學習一下 沒錯 繼續教我東西 我們要來學一個食物 大概就是 欸沒錯 垃圾食物吧 是這樣寫的 但是呢是比較高級的垃圾食物 是的 我們跟他學習一下好了 所以這個比較高級的垃圾食物 是不是就是我看一下 呃我這個算是在下面是嗎 喔就是他了沒錯 廢食物高級的 沒錯我們需要的呢 大概就是這個東西喔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燉牛肉還缺的 就是這個 平常不一定那麼容易能夠翻得到的 所以現在如果能夠自己製作 就沒問題了 只要製作出兩個就好 但是這個製作真的也太難了吧 很好 終於製作了兩個 所以我們的燉牛肉 可以製作下去了 我們的燉牛肉 使用的是 一隻貓 燉牛肉成功製作了 我們成功製作一個燉牛肉了 是的 所以這上面呢 雖然寫的是燉牛肉 可是他的說明裡面寫的是 你不想知道他是用什麼做成的 不過我們耐忍性可以加一 到底是暫時性的呢 還是永久性的呢 總之我現在對不對 是有這個105的抗寒係數在了 所以這個吃下去 喔 寒冷那邊可以加一有沒有 他寫了加一了 但到底是不是永久性的 我不知道 總之我們把燉牛肉給吃下去了吧 沒有問題 耐人性加一耶 所以超可怕 他這邊的東西 我們乾脆再多學一下好了 所謂的土豆泥 其實你也不太知道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土豆泥 還是什麼的 麻雀我的天 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又多學了幾個食物了 沒有錯 麻雀 真的就是那個鳥 沒錯 就是那個鳥 土豆泥 一樣是這個東西 但是呢 這些特別的食物 我們都可以獲得很好的效果 沒錯 這個麻雀是抗濕耶 好了所以今天我們終於 可以嘗到的一個超級大餐 燉牛肉大餐 讓我們的抗寒係數 直接提升了 應該是永久性的 1 沒錯 我現在庇護所效果沒了 所以這邊呢還是比之前多了那麼 1 另外我也變成了一個開鎖的超級大專家 所以已經很少 唉 很少有什麼東西會難得到我了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這一集 一起蓋模擬器感謝大家的收看咯 如果你們喜歡今天這一集的話呢 不要忘記幫我點下一個喜歡咯 我們下一回再見了 大家掰掰 繼續賺錢